明天 以后啊 丘门 你要也好 不要也好 我已经做好了 我该做的了 李廷总 我说过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李廷总 李廷总 拼了点 好心事 又老烦您了 老爷子说 这个时候他就是死 也要死在自己人手里 他的命别人拿不走 我不愿意看着他 带着你对他的恨意力去 老伙计 我过去找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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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走 早啊 李厅长 詹世黎 真的死了 你自己的枪能不能杀人 你心里清楚 这算什么 借账下货给我 他如果想对付你 有很多种方法 犯不上栽造 邱门对外宣布 他死于突发疾病 事到如今 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简子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做最后一笔交易 喜有恭听 我手上有你和汉清的历史记录 只要你放过邱门一马 我会将所有记录销毁 并一人扛下所有罪名 证据 你觉得我现在在乎这些吗 我要邱门万劫不复 单单一个你不够 赶紧杀绝吗 赶紧杀绝吗 你还要负语顽抗 你不会有机会的 是 封治� cettezer 你为什么要叫死啊 你怎么可以 Avengy的死 уст 一 二 一 三 董事长 有资格参会的人都到齐了 我试试 不用介绍 我试试 董事长 我做出的决定 有人反对吗 不敢 既然这样 事情就简单多了 现在我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 前董事长 也就是我的父亲 刚刚因病去世 董事长 老董事长离世的消息 在路上 律师们已经告诉大家了 请您节哀 第二 接下来的几天 我会让财务部门 把秋门现有的资产进行评估 并委托律师进行转卖 卖出的所有资金 将发给每一位 为秋门贡献的兄弟 也算是老董事长 给大家的补偿 秋门虽然转型成功 秋门虽然转型成功 在座的各位 有不少人野心勃勃 不过我奉劝你们 如果有人对此事有意义 或者在评估过程中 动手脚 先要考虑一下 你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后果 散会 来 各位叔叔 不用再费心救我出去了 秋门累积的不是小案子 如果我一个人 可以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 就不用再有其他兄弟牺牲了 趁这个机会 大家该散得散吧 重新开始生活 秋门是老董事长的心血 您是他的继承人 解散秋门 弟兄们无话可说 要是替弟兄们顶罪 绝对不行 对 一人做事一人当 谁犯了错谁认笑 秋门就没有一个脑中 如果你们还当我是秋门的主人 这件事就听我的吧 不要再议论了 可我 唉呀 麦天成 你是不是傻呀 动画这么小 你不知道捡胸� drink 会卡着呀 你可拉倒吗你 就你那规模 跟我的佳比差太远了 也就简直喜欢你这样 你再说一遍 你可以乱动 我告诉你 你等我出去 我一定会跟他比一下 哎呀 怕错了 哎呀 谁呀 没看到解诊逃命呢吗 你们 嗨 你们好呀 臭丫头还想跑 走 你给他拿出来 救命 哎 你说啊 也不知道老爺怎么想的 你说杀了杀呗 要把我们救上来 救救呗 要给我们关这么久 犯了什么事 也许 他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真的杀咱们吧 是为了让简子死心 那些人倒好 他真的以为我们都死了 要不然也不会 我说姑奶奶 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同意啊 说抓就抓 说放就放 当姑奶奶好欺负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 姑奶奶像个王布娘娘 往这儿一战 不怒自威 谁敢欺负您啊 那刚刚谁拿着枪指着我的脑袋来着 我也不怕告诉你吧 自打我上岛以来呀 什么危险刺激我没经历过 你那两下吓唬谁呢 我差不多得了 咱们还想想要不要打我锦子吧 那就是 董事长的事情重要 不去 他不说了吗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就让他去呗 大不了顿监狱 对不起 对不起